那大家看这种长得像芦苇的植物 它其实不是芦苇而是叫笛 那它也是非常的有价值 它这个地上的犬扫或者是地下的根筋 也都是可以入药叫八毛根 那像有的女的它有的虚火 时间一长就容易血浴禁闭 那这种就叫干血闹 那像这个八毛根它就是OK的 关于它的记载其实是非常的少 主要是这个本草钢木 还有这个新华本草钢药有它的记载 本草钢木并没有专门的去介绍笛 但是你看它在介绍芦苇的时候 跟笛做了详细的一个区分 什么是笛什么是芦苇 我来尝一下是什么味道 嗯这个味道确实是甜的嘛 看来书上它没有骗我 跟那个吃甘蔗是一模一样 就是没差水分 那这个八毛根呢 它是一个胃肝性寒的一个特性 主要就是这个清热活血 那么它是可以自这个干血闹 潮热 产后失血求渴 还有这个牙痛呢 它就是可以用得到 但是不常用 就是这种牙痛 腌肉 那我们就吃了 所以我们就吃了 就是这种牙痛